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台湾这下的时间 继续第二大年安在空中 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是看到 这个马来西亚人 虽然这五月婚姻就赢到 这个新的总理 92岁了 92岁 人一近仅有走过 他不是没有经验的 但是大家很难想像说 怎么有个92岁 这可能是全世界 就是二月最大的总理 但是呢 大家来看一看他做的事情 有劳 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 他马来西亚人 想要爱的 他击败了 他击败了 之前的这个 总理 然后而且 又哭起来 而且他也 兑现他的承诺 他尽情的 算是对手 安华 给他释放 因为 他的总理有一些特权 然后给他释放 然后呢 他沾对说 中国的投资在 马来西亚 还有他们在他们的 期间的 要说来这些 去梯露的这个部分 他重新做了一些评估 那这些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就想说 我们台湾 而且这个马哈提 他也 除了拿到这个总理位置 当然 他也有得到过半数的 那个 在 众议院的一个席位 所以 这部分呢 对马来西亚来说 真的是 今天动地 那台湾呢 2016年1月16号 选举 给民进党 来完整 这次 也在立法院呢 得到了 过半数 过半数 这有史以来 李华一 第一次 的 二党 是 非国民党籍的 是 民进党籍的 苏家全 这个院长 其实这个是非常的 不简单啦 而且这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种的 这个苏家全的地位 大家去想看 其实就是 相当于 近前的 丹水比总统 丹水比总统 是第一位 第一位 民进党的总统 那 苏家全 议党也是 第一位 民进党 立法院的议党 我觉得他位置是很 怎么讲 是很 很特别的 很特殊的 但是 表现 他对我们 台湾 台湾 要走向一个 正常 国家 里面 需要修改的 一些法令 是不是 有到位 是不是有去真的 做一些改革 我倒觉得说 我其实 到不前 为止 我是 比较 失望的 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在修改的 一些法令 不要说不痛不痒 我是觉得 好像就是 专门 为我们一些 老公朋友 就是 继续在跟 过去的国民党 好像也没有说 差太多 你像是 最近改的 空屋 三年以上的 汽车 这些 机动车辆 包括 自动车辆 你都要 我要重新 用一个新的标准 去给你檢查 新的标准 当然不是新的 旧的车子 有旧的标准 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可以上路 你当然当时候 有一些标准 今天你要用新的标准 来去检查我旧的车 这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第一 你要换车 你要换车 第二呢 不然你就要 入法款 为什么会入法款 因为 你新的 你旧的车 当然 排放气体的 那个标准 当然是比较多 现在新的这四行程 以前是只有二行程 四行程 意思就是 空气 经过四成的过滤 才出去 跟我过去的车子 经过两车 两二行程的 才排出去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 你现在政府 要用这些 高标准 来检查我的老车 这当然 第二 就是要叫我换新车 说实在 通常大家都也要坐新车 要开新车 谁要开一台五十年的车 土肥那是老爷车 那是可能一台很有价值的 开起来 好像英国皇室 他们在坐的老爷车 好像很漂亮 很不错这样 土肥是那种 一般人 大家都要坐新车 要坐好车 现在 下人 要坐五十年的车 三十年的车 对不对 老爷车 好 所以说 我没有钱 帮我换车 我要怎样 我现在 我老公朋友 我只好来 买这个法款 所以说 我觉得 这个当然 空污很重 是大家很重视的 但是 你像说 空气中的 不好的空气 你譬如说六轻 六轻 六轻 它所排 它这个产业 当然 对东北可能 有些头脑 吃头脑的人 说 但是我知道 大部分 它还是请外劳 除了这一位 你排放到空气当中的 这个不好的空气 这个部分 你有给六轻 大大的处罚吗 还是你都是现在 就是准备在处罚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我就说过了 像年车 我也超过十年了 那我也 我没有钱再换新车 但我现在就做一个 代步的工具 这样子 所以 像 我说过了 过半了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 我也没看到 台湾的 代表台湾人民的国会 有更大的空间 还是国家丁枕 大楼来 为了我们 正常国家的部分 来去行政 去乔 去改发令 没有啊 我就说过 最近 这总统有说过 对中国 对我们的 不再容忍 可是 如果他不再容忍 大家有看到罪魂是不是勉仙 又去招国 然后他所大气的人 一行人有六十个人 也有运动员 也有进行的 什么教育部长 什么长这样子 那这些人 他是不是第一 你说不再容忍 但是你的赛爷党又要去那边 好像去客人吃饭三年丁丁的 那你就是处理 看看说有没有什么用别的方式 给他们一些压力 还是说你有拜托他们去做拉比 我不知道 因为不再容忍会有不再容忍的方法 就像马来西亚九十二岁的这个中立 马哈吉同样 这是我的循环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同一步的 逻辑 逻辑思考 要 就是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不要弯弯弯 你不要弯弯弯 你玩弯弯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目标不能改变 你譬如说 好民进党主张的是要废死 那你要废死 你现在法令是有死刑的 那你如果过去你是主张废死的 你就是 陈队一些法令 你就要去改变 废死 譬如说 如果我们要废死刑 那你就无期徒刑 你就真的要无期啊 你要给他判到五十年 还是六十年 你跟美国同样 你就一直判 可能可以判到一百年 这就是表现什么 他因缓没法出来 他因缓就是要关在那 你不要告诉我说 有些人 你废死了 然后你 你有无期徒刑 那你判了以后 他又什么 又可以减刑 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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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 还是十五年 他就自由 他就出来了 你如果说这样子要废死 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 是无法到去接受的 所以我是一直在讲说 你执政党的目标 最近还换 部会首长 还换一倍 包括说会有 由他的部份区 再换一个去做 现在的行政 他的发言人 这个后面的这个 当然 林静东的部份区 可以一直去报 后面还有十几个 所以其实 要做 因为 其中一个 里面也有顾立胸 顾立胸 现在已经做了两个 部会的 这个主管 所以他就是一直一直往后 反正他有提出34个 你这个都尽管 尽量去用 但是大家有发现吗 我们现在就发现就说 对啊 这民静党的 这部份区 导致他 部份区 评议后呢 他就有可以这样子的一直往后遞言 但是 这些部份区的委员 他的动作 就是仅仅做 民进党的橡皮图章 就是这样子去举手 然后按赞成 或者按反对 他对于 台湾的这个主体性 还有对我们 尽顺国家的建立 我觉得 民进党又碍于 他执政党的关系 又去执政了中华民国 这个政党 所以 他变得爱手爱脚 也不能去做什么更多的事情 这个事情过去 我们只有三十个 台链董 就做到这样 乒乓球了 所以说 这 我们在门外看的是 比较中心 但是 在门内 门内里面的这些 围园 刮园 每个就是好像 这个好像四平八文 但是呢 我觉得实在说 你看人 马来西亚九十二岁 马哈迪 上任两个月 他就把 正前的 这个总理就扣起来 然后我们上任了多久 然后这马英九还是还没扣起来 只是说 地检署 给他从重量 有好几十亿的 有问题的资金 当时因为 马英九那时候 做主席的时候 他下令的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情 十几年前的 你靠到马来西亚 你敢笑说 人家好像是这个国家好像 好像这个没有我们进步 实则不然啦 实在说 他比我们 在法庭里面 他们也 要做 要扣起来 真的就去把他扣起来 他的前总理就被他这马哈迪 他们就 改扣起来 然后呢 不对的 不对的这个投资 要赔偿就赔偿啊 他们还有预付的预付款项 你又超付 百分之五十的这种的 建设 有问题 公租于 他的人民 让人民知道 这个就是执政 这是执政的意义 你不要让人民 感觉 执政的意义 好像就只是 换一些人去 当官 然后去 不要说捞钱啦 就是赚薪水 然后呢 台湾人民的愿望呢 还是 远远都达不到 拜托的 我们的 政府 拜托听到 人民的声音 不听 不想听 不愿意听 这样 你也要知道 民主国家 你的政策就会让人 忍徒 还是说你就会下台 好好的上台 借这个位置 好好的为人民做事 我觉得这是 真重要的 真重要的 这个工作 好 今天呢 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个节目就先讲到这 我是周明安 我们后星期时间 带人这些 共同再会 拜拜 拜拜